寧靜的校園 本該是好好學習的場所 卻精全感情糾紛 竟演變成拿刀刺傷人 發生在桃園 7號早上10點多 校內五樓有學生爆發口角 疑似是不滿自己跟女友的感情 被其他同學介入 竟然失控拿起刀刺向對方 過程中還誤傷勸導的 另一名同學 造成兩人受傷送醫 原本在校看起來好好的 卻因為醋意大發 做出脫序舉動 這一坎造成一人背部腹部 多處刀傷 另一人手背化傷 還好都沒有生命危險 第一時間校房緊急校安通報 並有輔導士入班輔導 後續教育局也要求校房 儘快釐清事發經過 避免類似狀況再次發生 地別新聞 今晚廖龍慶五局顯言身份桃園採訪報導